另外一種判斷方式的話呢 這是第二種方式 就是一行式的 剛剛是三行式的 那這邊是三行式有沒有 你會發現會感覺 需要的這個 空間比較大 那這邊的話是一行式 一行式就是說 然後後面就加上你要 輸出的結果 一行式的好處就是感覺 程式會比較短一點點 那第三種是什麼樣呢 加上一個else 反之的意思 反之就是說如果他大於等於 60的話呢那就及格 else的話呢就跳到什麼呢 不及格 那這樣的話程式就跳出來 如果我今天輸入50好了 按一個執行 那我直接跳到這邊好了 這邊前面比較簡單一點 我跳到else的地方 比如說大於等於60嗎沒有 就跳到else底下 再來就是output 就是不及格就秀出來了 這樣子 那我們就看到結果 只有這個出現 其他都不會出現 因為其他都不會被執行到 那這種方式就是 所謂的這個條件敘述 只要成立才會去執行 不成立呢就不會去執行 那等一下你們可以看一下 你們的程式碼 程式碼部分我在這裡又增加了 幾個東西你們特別注意 就是說在上方 打上分數帽號 然後呢再加上一個這個 testbox給他 testbox名稱你可以改成比如說 TST大寫A 然後在按執行的時候呢 就稍微把程式碼稍微修改 它本來這個值有沒有 本來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65嘛對不對 在3支23頁的下面這一段有沒有看到 行號 行號是3 03這一行有沒有 那你們就把它更改 因為如果通通都65的話 那你每一次這樣改 其實就不知道說 到底程式是對還是錯 所以我們用testbox增加一個input的 一個這個文字方文塊 讓我們可以去做一個 一個比較靈活的這個輸入喔 那這邊的話把它改成 tsta.test 就是多一個testbox 接下來底下都一樣 那你就把這地方直接輸入試試看 那這裡我想 你們先把這部分完成 好畫面先畫給各位